运动员 中国选手 郑宇博 缅甸选手 杨绍杰 下面比赛开始 请双方选手挣夺开启选择权 听我口令双方选手同时书官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杨绍杰 获得开启选择权 欢迎您通过熊猫TV平台观看中国石家庄 2018乔世杯中世八球国际公开赛正赛 TV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上午好 我是苏新元 大家好 我是张庆永 张志老 上午好 阿苏您好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 来自吉林的球手郑宇博 对阵屏幕右侧着浅色上衣的 来自缅甸的球手杨绍杰 对 比赛采用25局13胜14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比赛开始 第一局 杨绍杰 看前 两位选手在本次国际公开赛的正赛当中呢 都是一胜一负 现在是败部的比赛 本场比赛获胜的一方将继续在败部征战 而输球的一方将遗憾被淘汰 比赛很残酷啊 昨天呢 郑宇博士在第一场比赛先是输给了于海涛 紧接着在败部战胜了南非的球手杰森赛龙 杨绍杰这一边呢 是先胜 后副 先是战胜了三金 佩利万诺维奇 来自博黑的选手 紧接着是输给了来自山东的刘欣 山东球员这次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尤其我们也没有想到昨天一上来 于海涛是最后赢下了郑宇博 双方据说在比赛场地里面 这比分交替上升打得非常较左 而且有一些非常惊艳的表现在上面 10秒 JK 还是有些效果 但是这一杆进攻的话 13右上角底带就要相当高的一个准度了 而且最好的效果就是下第一杆横向走 继续叫十一 然后再拼一杆准度 打进十一上去才能有清台的机会 完全就是 佩服真周啊 必须要拼的一杆球 现在要打十一再上去的话难度很大 对 首先你不能能打得进 然后多数是仰带狗 白球就算从7号跟13封印中间上去 左边有红3 上边还有6 等于说 多数要漏球 你停到下面 下面直接对方左边就一个荒衣 再拼一杆 但是他说还要拼一杆 上边就一个小手 用在这一杆平的速度 所以他有红3射来 当然白球跟11号就这个角度 当然白球跟11号就这个角度 倒是不需要太多的走位的考虑 正常打进弹起就好 3 2 如果说在攻十三再上去 走位要求很大 标进 上来 还得拼 九号球 这根已经算是打得非常好了 是的 看着角度很直 实际上球员们在打起来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压力 这个点位跟平时常练的一个五分点的位置也是非常像 没问题 白旗往前蹬的位置还是不够多 13号 12号 剩下小心有求 换方案了 利用上方的14 还需要走两步再下来脚 看力量 还好 出杠的位置 二号球并没有完全挡住 角度还是有些向下 直接低杠避开期也可以 或者高杠走两步 高杠走两步还是有点危险 最好还是用低杠 低杠的线路更安全一点 对 对 二号球下边持库弹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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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球下边持库弹起来 第一盘杨少杰就是火力全开 有长台 有准度 先生多人了 比分一比零 看去清淡 对 问题 爹 第二局 郑宇博开球 三球 开球时机 13号并没有跟上去 是的 开球时机 马上我们看到笔分的下边 出来了一个字幕 笔杆 左边的郑宇博开球时机的这样的一个 是 这一局是 现实的 开球时机呢是选手累计三次 开球时机判复一局 是的 那么再累计三次 再判复一局 在冲球之后 裁判员取下摆球垫片的这段时间之内呢 是不计算在选手计球时间的 对 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的好好的审局 要不要带开一下边窟的6号 还是有这个想法 打算利用高杆去顶6 杆法还是不够高 并且像这种斜向角度 力量放得越重 白球首先出来是有一个横向的 一个分离角度 然后再向前 但是刚才这段球完全就是 干法还是不够太够高 好 非常好 祥 cab 欢迎祥 看看有没有翻带的想法 五 四 三 三 留下了一个湿液 右边替代 反向的向上的一个角度 而且这个案是有机会尝试 可以顶上方的9号球的位置 要求准度还是非常高 9号一旦能够顶开 比如说你单独把对方的5号球顶走也可以 整盘花球里面就剩下最后一个右上方的边裤球了 还行 打14可以叫黑把附近的这两颗花球 15号 10号球 然后再去量一量右边的上方边裤 53跟左边中带的一个衔接的白球位置 等于说现在已经在规划整盘的一个布局了 10秒 下边两个可以先打掉 留一颗向上 去叫右边边裤上方的试酸 那则邻大家 对 别针子 角度也是刚刚好 正常我觉得他应该打下面10号球 黑巴这位置挺好的 就不要动了 加长把擦擦白球 关键硬杆都过渡 最好能低杆往回退一点点 因为这个12号你从上往下打是不合适的 横向打是最合适的 直接是一个薄球打12 然后白球吃酷再弹起来 9号打同样的中弹 或者能够较到比较直比较正 1号 2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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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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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 5号 6号 4号 5号 4号 5号 5号 谢谢 第三句 杨绍杰开箱 重球没有球进 杨绍杰也是久久地不愿意离开球台 确实这盘球从目前看 直接上手左边就能K球 你打一K 花球的局面一上手就可以解决问题 这盘球打完之后主球离库边太近了 如果进攻上方顶库的这颗花色球 还得需要发力白球前冲 看要不要换 确实这个位置打上方的球有点太勉强了 变中带了 调一手 下面底带左下角还是没有 十四也是一个包球 看会不会推顶 推十四号 左上方顶带 然后借一下一号球上方包边 顺势往上走 它要控制好力量 或者留一个角度大一点的 都可以 这样就准得真好 解决所有问题了 对 这角度可以直接往下蹬 不需要走两口 中端发力 直上直下就好了 这个力量收的有点多 再拼准多 再继续轻推顶四 看底带能不能停得住 没问题 周语伟这个动作 功底还是非常好 我们看他拉杆出杆的时候 头部肩部没有任何的动 任何的晃动都没有 稳定性很高 对 第三局 正义博胜 比分2比1 三分之一 第四局 正义国家9 第四局 正义国家9 给回杨超杰一个开完球之后的整盘球的机会 打1K 但是还是比较直 小打进之后 低杆往回拉 左边中带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球 十秒 也是 再次 谢谢大家 celebration 哇很勉强 对 要强行去保 咱们所有观众都在检查一遍自己的手机 是否调为静音 我替裁判可以接一句 如果再发现哪位观众的手机出现声音的话 我将会请保安请您离场 对吧 一般我想在一些大型的赛事里面 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提示在里面 可能我们的裁判还是有点太温柔了 大家没有任何的威胁或者是一种感觉在里面 一些威慑力也没有感觉到 我印象里在咱们这次比赛里面 我自己体验过 从一楼开始上来 保安就会直接说 一楼我们有一个安检的地方 是的 保安会告诉您 请您上楼之前把手机调成静音状态 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对吧 昨天反正我这样碰到的 擦了白球 上方还需要一杆准度 左边中带可以过度 但是还是有点薄 白球不好停的话 我怕可以反塞走两阔 我怕可以反塞走两阔 力量 还好 在火力范围之内 比分咬住的话 双方今天这两球应该会非常好看 没错 没有太多纠缠 那位观众 腿不要晃了 好球 第四局 杨少杰胜 比分2比2 我怕我打得来 没有太多纠缠 我怕我打得来 我怕我怕你 再来 你快点 我怕我怕你 我怕我怕你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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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火力量 是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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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五局 杨绍杰开球 准备的时间够长 杨绍杰开球的时间 倒是跟三斤是非常吻合的 基本上裁判不读十秒 我也是不太会去开 前面一定要把节奏 出个按照速率 控制得非常好了 这让我想起了波黑的球手三斤 他也是在冲球的时候 运干得运至少十四以上 才会出干 我们大概统计了过 十五到十九下之间 一个个人习惯 是 得找到那个最舒服的运感 十秒 延时 一上来在选球阶段 就切入到一个场考 要过二号 还可以 关键在黄衣上了 对 杨绍杰现在已经是在考虑的 黄衣用哪颗球去衔接 去K 有时顶对方的下方十二号 还是单独的十三号 甚至于说黄衣 这根六号球有机会 可是还要保证顶完之后 一定要除了有球打 最差一个二号球 左长角 这时候很容易 就倒入一个 就是思维惯事当中 我先把对方就顶开 但顶完之后 自己没球打 顶哪颗是很关键的 比如顶哪颗 然后顶完之后 是奔整颗K 还是奔薄的位置 如果说不想动黄衣 就直接奔对方左边的 这颗十三去带好了 还是要K黄衣 稍稍的有些小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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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考验能力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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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秒 五 四 三 失误了 确实角度很大 而且还要空力 我们从俯视的角度来看 十三号九 代口是开放的 对杨少杰是露了一个机会 上手九号 左边看这看十三号 因为十一现在也是没什么好打的代口 那是不是要代一下 是有这个角度的 直接解决问题 而且下方的十二号跟十四右边底带没有关系 都已经是摆好了阵势了 关键看白球的到位率 下方可以先打进两个底带 这么打就是相反过来了 变成十一十二的 然后左边中带八号 下方 向第二 下方 划算 下方 下方 第二 下方 和你 旁边 下方 我 几分 3 米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颗目标球碰触的角度和位置都非常好 而且白球也不错 在它的火力分约之内 比如黄一 七号 这两个地带 打击一号就突破了 反复在看五号跟六号就中间的位置 宜时 再一次确认打击一号之后 白球停的这个位置和方向 感觉不好起来重新转位了 初干的质量非常高 回首这个五号球 低竿轻轻一点就好了 二号呢 要利用高竿弹出去 角度合适 尽量地避开 或者是你干法下低点 把九号顶走 八号球左下方底带也让出来了 还是要绕过 那就是变成了K8了 还行 可以接受 最起码 我觉得在郑宇波这个能力之内 他这个八号球是不难的 是 低竿先交流 角度不太够 看能不能用左侧高竿再去调整一竿叫四 可以敲干尾啊 直接低竿往回 注意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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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2开具清单 第七句 杨少杰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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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的时间很长 定颜色关键球 这也是杨绍杰的特点 他本身就是喜欢 在运杆中找到一个最合适的 最好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触感 他不是那种说快枪手 但是这么打 你就是在艰难的生活上 在艰难的分岛上 你就是在艰难的 在艰难的生活上 我只能给你做过 在艰难的生活上 但是我就是在艰难的生活上 或者是因为我一样 我会在艰难的生活上 你会在艰难的生活上 我基本上 我只能在艰难的生活上 都在艰难的生活上 你思考的时间长一点都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趴下去的时候 等于说你在全身贯注地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包括精力 不要分散 然后呢 你运干次数非常多 就是在消耗很多的时间 包括体力和精力 是 老蹦着那个劲儿吧 对 老蹦着这根神经 这也是为什么说打一场比赛下来 出干节奏比较快的人 他体力和精力的消耗 会远远小于运干次数多的人 就好像比我们玩射击游戏 拿着狙击枪 在放大镜的瞄准的时候 对 他会有一个气槽 他会把他降 有些时候呢 有些人比如说拿我来 一甩剧 或者怎么样 一枪毙命 有些人可能做的动作要非常多 再确认 他对于自己的手上 和大脑上用的时间 消耗就非常多 特别特别大 而且 跌入到败部的选手 今天要打三场比赛 看黑八 中带 中带 底带 所以如何在比赛当中 分配好体力跟精力 这也是关键的问题 没错 大场比赛下来 你的体力消耗比别人少 可能接下来 比如隔一段时间 马上打第二场了 你在第二场里面 就会有很大优势 消耗的多的 马上就兵败如山倒了 想集中也集中不起来 中带八号球 类似角度相反的 戴口多 先刘床打 刘床有一个 对 七局 郑有国胜 比分5比2 中带 第八局 郑宇国开球 中代有球进 没问题 对 看看局面 虽然左下方抵戴被14号和9号封住 但是单色球周围并没有太多的自己的球 这个带口可以基本上忽略 可以选择单色球直接入局了 对 有把握就一较三 直接把红三先解决掉 右塞的低杆弹亮裤 稍稍有点轻 不过可以推着高杆顶 这个8和10号 这样的话右边有中带 这8号就在解放 往中带的上方那边再走一走 离中带再近一点 那这局面又是拆解开了 对 简化这个复杂局面的能力 很重要的 很多的爱好者也会说 冲球越来越重要 好像变为了一个什么冲球比赛人 但是这都是个人的感觉 不是大家看的那么简单的 我觉得有些时候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话 能够证明大家说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它今天炸就炸得真好 比分怎么这么着 但是 炸得好是不是能打得光 对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对吧 经常有些朋友说 我炸了个大散面 但是我就是打不光 炸得好 一定要能打得光 才能说 彰显出来你这个比分领先 能力 整体的能力 因为人的这个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它都是更多的会 把好的东西啊 记在脑海当中的时间 会越来越长 你光看见人家 在TV台是好的 对 你老看得精彩极紧 那可不是打得好吗 对 但是你更多的是 对吧 精彩并不是常有的 不可同日而语啊 而且炸球也是技术 绝对不是运气啊 没错 那怎么人家能炸得好 你上去试试 怎么就炸不好 底带继续啊 往前蹬一点点 用二号线接 八号球这个位置呢 后面可以叫中带 直接推了啊 左蓝裤 直接推了啊 常见线路 常见干法 第八局 正与活胜 一分六比二 开市心态 感谢观看 第九局 杨绍杰开请 虽然让所有的投资 他现在能不能咬得住 再赢一分的话3比6 后面也好打 7比2的话 如果第二阶段再一上来 郑宇波炸球还是那么好 这比分瞬间还是容易被拉开 大家可以很明白地看到 杨少奇这局面炸完了就难打 是吧 心凉一半 严实 或者说到他上手 他也没有好打球 总是一上手之后 就得靠这个准度啊能力啊 把这个局面强制性地改变过来 男点非常多 而且这个白球跟蝗鱼贴在股 λέ 非常近 左上方15号球 4 3 出问题 可以理解 回手你再看看对方 给郑义伯打 左边中带13可以先定颜色 上方红3 这盘单色和花色 互相的一个先后手 其实还不是特别明确 打花球的话 可能左边9号球有挡 然后下方的12号球 有上的一个K10的机会 就等于说 这里边的9 你后面一定要找机会K 或者用15号去传 就是15传7 7传9 先K一干14 这样局面开了 然后就看 11打掉之后 15号传9 白球下来 用12号去解决10 如果这一系列 两个动作能够完成 这番花球 又有可能会打光 不动成 这种 这种球 你会打光 你会打光 在中心里的 这种球 我打光 可能打光 这个很轻的力 扫一下是 这都是挺难的答法 说起来容易 坐下来 看他选择 就是咱们说的 就是你抓这个很轻的力的时候 两个球稳在一起 而你白球也不会往下太多 对 就是不再浇一样的 女人生的 然后说 很快 我以前的人想去的 我一直想去的 我来说 我应该还不想去的 我太太太 你现在想去的 我自己想去的 我太太太太 你又想去的 你对我 你是不是想去的 如果他这杆球直接就是15号这边去传是最好的 传完之后下方有机会用10号球向上去 12这边互相一个先进 但是从球星分布来看 郑宇波这边还是占优势 那杨少姐能不能上手选 看不见3号 想打开轮 帮进 还是漏球 这根15号球 看这个角度感觉还是有点正 如果角度薄的话 利用7号球向4这边能发力去K 能K 但是目标球没进 我会想打开轮 帮助 我会想打开轮 帮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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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感觉是很难去做动作 往往太保守了 就容易出问题了 又还是老习惯 习惯就对 先瞄整颗 然后带着赛瞄再过来 变成一个保球的角度 还好是打进了 真的是如履薄冰 总担心它出问题 是 强行的发力要蹬下来 看角度 还行 还可以进退 带一点点滴肝 接近之后左面中带了 好 好 看来是缩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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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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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结束 我们再回来看比赛 开球有球近代 左边单色二号球非常好选 而且有机会可以留七号向下的角度争取 去解决下面五号球 附近的一个十一号和九号的问题 不过这杆球感觉不太好停 有可能二号球推进之后 会形成一个从上往下的角度了 打七号右边的底台 确实不好听 我们从画面上感觉就已经是比较大了 但实际现场里面可能会薄更多 这样上手的好处 有机会可能变成防守了 左边黑把挡住了四号球 右下方的六号也看不到 十秒 五 延时 墙片 墙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有名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口里el 十秒 总结五号球也是关键 这两条球是不太会轻易去动的 正义国如果打走了 这个杨绍杰9号跟11也会非常好进攻 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互相钳制的 除非有十度的把握 再会选择进攻 十秒 五 四 三 这根球贴的 非常好 看能不能看到十号的包边 如果看不到的话 这颗十号球只能去勾了 但同时左边四号球还容易漏 今天上午 咱们这一轮次比赛 是本次公开赛的正赛阶段的败布的比赛 大家想了解其他场次比分 以及赛况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排球圈有料 这根底的包球相当准 下方十二号还得再拼一个 而且白球的位置 有一点点被挡住了 只能看到大概一半的白球 再来十四 相反的地带 再来十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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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号 小心秋干不要碰到对方球 角度合适 角度合适 第一干轻轻点 第十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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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局 杨少杰开球 这根炸就出效果了 力量也比较合适 第一个球撞的位置也非常正 单色 上手6号角度大可以选7 打完之后高杆弹上来 右边往黄1 左边往红3 基本上从下往上打 没有问题的 还是想打6 打6的话下低干左边红3可以先接 甚至于说贴着黄1过来 先把黄1打掉 先把黄1打掉 你若尤良 这种小处 所以 在一个走 总心 那老子 打得非常稳 简单说一下保守 不求有功 单球无过 别犯错一下 争取能跟对方咬住 不求有功 不求有功 单球无过 怎么还去 有力 不 say 安全 ^^ null 底杆轻轻往后拉一点点 看到漆就好了 合适 轻推 低杆走脸 这打法比较多 关键就是看你白球不要走的力量过头 9号球别坐着 用旋转去走位了 比分再一次颇劲 11局 杨绍结胜 比分5比6 开启性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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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闭死我了 12句 周语博客请 第二次开球实际 应该是两杆了 对 开球实际 好不好选 15号 右边中带 如果不好选 可以选择自己冲 比分的下边能够看得非常清楚 2比0 继续击打还是重新开球 10秒 重新开球 重新开球 谁来开 谁来开 这次开球 中高小小小小监 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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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四十分 入门 入门 感谢观看 十二局杨少杰开球 过线进球 算两颗球资过线 十五号球立功了 看能不能选单色 花球库边球还比较多 单色现在也是看不到 九号球挡住了左边下方的七号进攻 你上手是有可能要来防了 但这个球要是不打还很可惜 真是杨少杰冲完球之后自己很难 对 他炸出这个球局面就不太支持 他很轻松地能打光 就第十局那一分 打得还稍微的痛快一点 要不然 其他的几次冲球 总是让自己特别尴尬 十秒 确实没招了 必须来防了 九号 十二号 露两个球 六号的右下角还是比较难的 我觉得正义博肯定也是清楚 这一盘球上手肯定是要争取打单色的 要拼吗 看六 他在看六 六号球打中带需要非常漂亮 みなみ 拼成功了 基本上 我准啊 而且8号上去位置还不错 是 准度结合突击打法 准度准度就来了 打3顶下10 左边7号 这边尝试 看能不能去叫一个4号球 非常好的位置 这样的话单侧后面就没有任何难度了 下踢杆 过头了 还能打吗 还行啊 是不是有点相贴呀 中弹如果 如果还能打的话还不错 这么看微妙啊 这么看应该是下有点不太够了 不太够 扎干了 可能刚好倒了一点点啊 小扎一下就好 因为这个白球没到位 所以说现在勉强扎进之后呢 后面的球也非常难打 重新组织啊 还要继续来啊 继续准下去 10秒 还是 好像勾啊 还是想去尝试从里边去带一下 没有太好的办法 我带的话 还是可以绕 还是想带一下 能接受 重的还能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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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四 还是打薄了一点点 这枚球打到代脚附近近的 力量够轻 打五花还需要轻推上 往常走 角度大就横过来 就弹左边后到右边 角度直就直接推上去 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像左 对 还需要弹过来 小了 夹杆拼一个 这一波打完之后就知道 这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对 提升很快 花色球 本来左边虫的可能还好打点 这一波打完之后 感觉 中带可能也是比较难了 最起码下球点 是不太够的 首先就尝试去 整体能打进一颗 或者是做一个非常好的斯诺克 对方这个黑疤在太厚 相当危险 碰到基本就会紧 中带有的话下低端K 右边上来起赛 没有勾到十一 还在走 又过头了 还是想薄中带 继续从上方再过来 然后9号右边下来去兜 这个十一跟十四 非常薄 要发大力 没带到完 这一杆球 有可能直接就没什么好机会了 中带还能平 变成准度了现在 直接看高竿 我们有机会再去带 打进 K不到弹起来 较半钟 一翻一开 这杆球很有可能是翻完之后 下面一个底带 上面一个底带了 感觉这个位置是不太好去带十四 完全后面就是 首先拼一个翻带 再拼两个底带 这盘球打光了 就非常有意思了 感觉 都是一些特殊球和技巧球 要做防守了 放到11号里边 还是要拼 防守跟进攻之间要选了一个 10秒了已经 好 来吧 十号十四 十号十四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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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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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每个月 这些都是 BossLo 很多人 我觉得 我们得好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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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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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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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